你越多這些新的媒體就得到 這個合客島是不是在微博上面 應該是人民日報還是新華社的那個官方帳號來的 我覺得你說合客島 官媒寫這些東西 其實本質上面跟我們的曾國偉沒有什麼大分別 是不是?因為正經事沒得做 你試一下官媒真的去評論一下 現在最嚴重的地方就是西安 在微博上面 西安住的當地居民叫救命 因為封小區 出不了去 沒有東西吃 好了 但是他可以說什麼呢? 他真的批評官方嗎? 批評嚴厲 批評官方原本的文章是有 不過迅速下架了 已經不可以說 那如果不可以說的話 那可以說什麼呢? 那就拿回這些話來說 就好像 有一個人我要點他的名字 就是我不覺叫他拿到有一點點火鍋 那人就叫張翠蓉 夠了左膠了吧? 一起罵左膠大家 我們 香港左膠的代表人物 是冠軍來的 就是他那種 我想他不是左膠 那種根本就是去到 就是鄭松泰那種 馮美必犯 他隔幾天才上載到Facebook 我沒有看過其他媒體 公道地說 我不知道他其他媒體有沒有對立場這件事發聲 但他作為一個什麼出名呢? 他本身在Facebook上寫 他自己也是一個journalist 他一個記者身份 還吹噓到自己是戰地記者 立場這麼大件事出事 晚上接近12時出帖 看看他怎麼說 我先說 王力宏 整天在香港說最大件事 說新聞自由 說言論自由 而你做了一個記者身份起家 你現在的Facebook 作為一個 你現在得到的知名度 你出的書 全部都是因為你記者的身份 然後你今天這麼大件事 在香港發生 封了立場新聞的時候 哦 你說回王力宏 你合合得到有西安不說這個單鳳眼 有什麼分別呢? 聽不到他說半句話 對於香港的新聞自由有什麼見解和看法 現在 是不是? 即是去到西安 如果說到精神病院 現在西安就算不瘋的人 也被人逼得瘋了 我剛剛看到微博 怎樣說呢? 很多同一個帳號 原本就說我們信政府 是不是? 不要大家千萬不要去搶食物 搞到物資短缺 我們要穩定軍心 好了 過了一個禮拜 你因為小區封城 不讓你進出小區買東西 或者小區的食物 根本就是那一間半間的超級市場 都已經掃清貨 買不到食物在小區 不讓你出去 那麼大家就在微博 就叫救命了 上一個禮拜還說大家信政府 不要搶食物 不要學一些老人家 盲毛那些 就去搶 結果一個禮拜之後 早知道我去搶 我好肚子餓 救命啊 有沒有人送菜給我 你知道內地 我們回過內地旅行就知道了 他們說點菜 不是說要吃蔬菜 是吃菜 簡單來說就沒有飯開 我要吃菜 有誰可以給我吃菜 叫救命 結果發出微博之後 是被其他省市的人 反而在微博的留言裡吵咬他 你我一兩個星期有什麼問題 你都在家裡享受暖氣 在這裡捱我 你好像長津湖那樣 零下十幾度捱我 你都不及當年長津湖那麼慘了 還有你叫救命 其實是不應該叫救命的 你在微博上寫 立刻給反華勢力 外部勢力 挑途 對啦 插入了一張圖出來 是吧 喂 這些 你要有大局觀才行的 是吧 你說原本不是瘋子的 是不是都被人逼得瘋子呢 你要明白 我就說 塔伯島好 官媒好 其實是 大陸人在1949年之後 調教了這麼久 已經是兩位一體了 其實 剛才那種邏輯是官方的邏輯 所謂多難輕邦 一有水災 浸死這麼多人 或者 塌橋塌路 豆腐渣死這麼多人 他就不講原因的 只是講解放軍怎麼救災 和人民怎麼對抗天災 那就永遠就講後面的部分 其實是一樣的 西安疫情就是 封城它就不容許討論這個 清零政策的 到現在都不容許討論 其實已經民怨沸騰 所謂你網格管控的方式 這樣的話 一百百米一格 這樣的話 你只要有百多個個個案 就整個城都要封殺了 這個時空伴隨者的情況下 那它又不可以討論自己 封城政策 唯有就是什麼呢 唯有就是大家 穩勇抗敵 展現民族精神 這個就是停留在 盧信 阿Q正傳的年代 精神勝利法 是吧 精神勝利法是什麼呢 靠上道德高地去譴責人 來佔高自己 西安 我們武漢更慘呢 那時候又不見我們出來 在那裡 為什麼不想 其實你撇除了所有這些口號 一個這樣的遺風 沒有通知的情況下 不准出門 不准買東西 其實他們的生活 生計是怎麼樣呢 就不是在討論這件事 一旦就是諸心 它在討論你的思想有沒有問題 你的道德立場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大局觀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慢慢看到共產黨 它不需要再用一些 所謂的拉人封艇香港的方式 香港人就不接受這套 但是大陸人已經大部分接受了的話 結果官就負責什麼呢 負責引渡這個輿論 他現在有這個輿情引渡的 所以合格島這篇文章 就是一個輿情的引渡 跟你剛才說張翠庸的問題一樣 立場新聞被迫解散 這種擺明就是一種政治迫害 作為一個傳媒記者 一個資深的傳媒記者 其實我認識他 也都我們共識過 我和張翠庸共識過 但是問題就是我一直都覺得 有時候左膠不重要的 不過在大是大非的問題裏面 不要被左膠蒙蔽 等於當年美國的明星 去河內勞軍幫越南 支持越南一樣 就是不要左到上路 反美反倒 反自己國家反到上路 反美反到上路 當你去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塔利班就是好人 第一個是黑布爾採訪 當時我和他共識 我們在同一份雜誌工作 去採訪這個黑布爾 塔利班那些女性的罩袍的問題 當時還未發生911 還未發生911 塔利班奪權之後他有寫過 他就說你要尊重當地文化 事出必有因 事出必有因 都是你美國人搞壞 塔利班的女性穿罩袍才可以出街 這是不是美國人搞壞 我想問 這就是我所說的左膠的問題 就是一個所謂的文化相對主義 文化相對主義就是這個世界沒有真理 真理只是一種知識權力的結構 建構出來的東西 構造人為的 製造出來的 是一些所謂的帝國主義霸權 就像我們說丹鳳眼一樣 這是一種文化霸權的表現 我就說共產黨和左膠 是有一種先天的兩夫妻 你看到的 丹鳳眼那些理論 對西方的Orientalism 對這些所謂的 Cultural Appropriation 現在最流行的說法 這些左膠理論 就是共產黨用完 他不用他的 term 這些所謂的生活中 充滿著歧視 micro discrimination 就是今天充斥在加拿大 北美洲校園裡面 那些垃圾社會 是教授教給學生的那些東西 文化研究 女性主義教的那些東西 西方民主國家的衰退 就是20年來 一種這樣的 一種傳播這些思想在校園裡面 我說作為一個學問研究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當它成為一種社會思潮 泛濫的話就有問題了 這些理論性的東西 社會學理論的東西 我們叫做過眼雲煙 無論法國60年代的哲學 西蒙波娃好沙特好 存在主義到 Foucault好 Derrida好 讀完就算了那些東西 但是當你認真去 interpret世界的時候 就會出問題 出問題的原因就是 理論建構的世界 跟真實的世界是差很遠的 其實是 當你迷信理論的建構世界 才是真實的時候 就變成左膠 中共就最厲害去利用這種東西 用你的左膠理論 叫你去批判自己國家的帝國主義 這叫做文化帝國主義 這叫做文化霸權 我們要奪回這種文化霸權 時尚的話語權 Come on 我想問你有資格嗎 到你有資格的時候 你根本就不需要這麼討論 其實左膠也是失敗的理論 但是現在習總 就真的越說越催 自己越相信 如果不是會說到 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戰略家 就是說 其實現在所有 過去2021年甚至更早時間 所有現在祖國遭遇到的困境 全部都是一盤大棋 是我的戰略佈局 首先大家要知道 大家應該清楚的 戰略和戰術是一分別的 例如踢球 在戰術上面 我踢這場球 我對著巴塞 我擺大巴陣 但我對著這個西布朗 我就可以三箭頭 這個是戰術上 但是戰略的佈局 我首先在哪裏去買球員 在哪裏成立足球學校 甚至想想去 去我們的球會裏 在不同的州份 都是邏輯一些出名的球員 第二天我們買球衣 都買得好一些 全世界 橫跨全球 都有球迷支持我們的球會 這些是戰略佈局 現在作為一個戰略家 連鄧小平也做不成這個戰略家 在中共的黨史裏面 習近平當世還未死 已經可以蓋觀地論化的戰略家 即是所有中美的困難 國際形勢複雜多變 這些全部都是我佈局 我三分天下的戰略 全部都是佈好這個口袋 佈好一個陷阱 即解放軍經常說的口袋戰術 等於國民黨兵 領軍入翁 領軍入翁 然後像常春湖伏兵四起 然後就可以完全關門打狗 四面八方就可以擊被敵人 這樣 現在吹到一個地步 好像連他自己也相信 那一下才好笑 如果你吹到這樣的時候 你又很難不去估計 他下一步覺得我現在已經掌控大局 有什麼樣的方法 我們都可以用這個黨和人民的意志 去擺平和克服 台灣海峽只不過是一條城門 那麼闊 這件事就牽涉到我們做分析 尤其是一些 我自己個人來說 你可以被人說做冷氣軍事 我們經常被人罵 如果你說純粹我們以前做過的 選舉上的一些想法 一些策劃 一些計劃 行哪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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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土伯參選 去選舉的時候 取得一個形象 這麼多年來 我有一個總結的經驗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想這些所謂的想法 很多時候 是忽略了下層的執行能力 很多時候想 就是全香港的 巴士 開逢巴士 叫土伯 循活一次 實際上 你是不是真的有這個預算 真的有這麼多人手 是可以做得到 所以人們想辦法 就以為 像打機一樣 按個掣就可以做得到 但實際上 有很多現實上的限制 但偏偏集中 過往 他覺得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戰略家 的原因就是 他從來沒有經歷過這些限制 他按個掣 整個黨的機器 我要搞廁所革命 有你沒有你 你和我搞定他 他沒有經歷過這個過程 所以這樣才是最糟糕 講了這麼久 想跟大家聽說 習總其實是一個 沒有實戰經驗的戰略家 老毛 他說是中共黨史上 唯一一個戰略家 你說他人是大魔頭也好 但這個評價是實在的 原因就是 大家讀黨史 大家讀中國近代史 知道老毛都差點被國民黨 拉去槍斃 由這個抽收暴動 開始打鄭江山 然後就所謂長征 真的沒有命的 你打那些仗 你不走得掉的話 你真的基層 我同日而語 沒有得比較 毛澤東我覺得是大魔頭 習近平連大魔頭的水平都還沒到 大魔頭這麼容易做的? 史太林 希特拉 毛澤東 這些大魔頭 是跟那些津巴布 獨裁者 穆加貝 委內瑞拉總統 馬杜羅 白羅斯 勞卡申科 是不同的 那個是中超 的 其實人家是英超 就是三大魔頭 史太林 希特拉 毛澤東 是英超 習近平那些 是中甲 中甲 不是中超 是中甲 的 史太林 大哥 出自格魯吉亞 不是一個俄羅斯共產黨 蘇聯共產黨裡面的主流派系 是能夠承繼列寧 希特拉 一個一次大戰裡面的一個Loser 在戰壕裡面 精神錯亂搞到 如果他不去做獨裁者 他應該是一個美術老師來的 畫些風景畫都OK的 希特拉 是吧 夠膽去實現他的野心 你不要說他 對還是錯 種族滅絕 這些一定是錯 但是他能夠這樣進攻蘇聯 去執行這個巴巴羅薩計劃 是吧 最好 日本就是東條英基 大魔頭了吧 偷襲珍珠港 和美國開拖 南進政策 攻打香港 新加坡和英國開拖 北進政策 洛門罕戰役 和蘇聯開拖 這些不是大魔頭 是什麼 全部都是 人家是真做的 毛澤東當年堅持 農村包圍城市 和共產國際 中共裡面 蘇聯派過來的 共產國際派系 黃明等等這些鬥爭 是吧 最終在 國民黨第五次圍剿之後 大敗 在長善裡面 在遵議會議裡面 聯合周恩來 一舉清招 這個 當時的共產國際 你知道共產內鬥是拿人命的 共產黨內鬥 不是好像民主黨和共和黨鬥爭那樣的 佔領國會山莊最多都是刑事起訴 坐一會兒出來 不是的 其實共產黨是拿了命的 自己人殺自己人 多過國民黨殺他們的 其實 你想想他是一個這樣內鬥 即是很簡單 一個這樣內鬥而成功的人出來 那個一定是權術很棒的人 這些就是所謂戰略家 究竟中國共產黨要發展 在城市還是在農村發展 都是萬聯一樣 究竟繼續由蘇斯克查 不知道踢什麼戰術好 還是請藍力克回來 傳紅牛化 用來比石 RB來比石的玩法 高位搶折 體力化的踢法 現在你看到高譜也行 全部都是德式的了 車路士的杜曹也行 如果是德式的話 不如找一個德國式的戰略家的老祖宗 蘭力克過來 去全面調教這個萬聯 踢這個德式的足球 高位搶迫之父 那這個就是戰略部署 大哥 come on 習近平那些什麼叫戰略部署 就是吹出來的 戰什麼略 他不單止不用執行 這些老闆是最嚴重的 跟林鄭一樣 有功就我自己 因為超前三百年的外交思想 有功的話 就因為楊潔篪執行的問題 是因為王毅的問題 是因為趙立堅的問題 華春瑩的問題 或者北京市委書記蔡奇的問題 全部都是執行的問題 那他就贏了 永遠的黨就是偉大光明正確 林鄭也是 有錯就是執行的問題 我沒有錯 這種所謂的領導人 還有很簡單 領導人是需要以色形態包裝的 他那些小學雞的習近平思想 老毛起碼我們看年輕人的時候 看矛盾論實踐論 我們覺得有些了道 矛盾轉化 看這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毛澤東年輕人的年代 行黑在湖南 他考察湖南社會的底層 究竟是怎樣 跟姓蕭的同學一起去黑食 現在的電波少年的民國版 他當時是這樣去理解中國社會的 這些就是實踐 這些實踐就是有戰略家 沒有實踐做什麼戰略家 浪費氣 輸球、鬧球員那些是最糟糕的 我覺得 你看回內戰或者是一個抗日戰爭之前 八年抗戰之前 他已經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或者是論持久戰 那時共產黨是弱勢的時候 被人追焦的時候 在劣勢怎樣建構一個戰略的思維 又或者是一個古武士氣的作用 就是說 養介人都以為很大 他是一個很大的水缸 我一塊石仔打爛他的話 他的大水缸就整個石散了 這樣 你可以本身是一種古武士氣的一種illusion 但同時他又說一些言之誠理 那整個論述就是價值所在 真的可以說話 變成一個行動 我覺得 你說大魔頭這個形象化 我想到一個比喻 但習總是什麽呢 習總是笑片那隻大魔頭 就是笑片那隻 例如是什麽笑片 Austin Power 有沒有聽過Austin Power 有有有 Mini Me 是的 那個大魔頭就是 哈哈哈哈 笑兩者就逐親那些 是的 大哥現在 你看看西安 我追蹤著一個個案 就是說西安有個微博 就說他自己一個 內容了西安的大妻子 那他因為小小事 打算在西安搞完之後 就只剩下狼陽山了 他已經九個月了 但其實撞正封城 封在小區那裏 他帶不夠錢 完全叫天不應 叫地不民 吃東西也沒有 當地 一直打去西安醫院的產科 沒有人接電話 沒有開 唯有報警 警察幫不了他 警察就說我幫你溝通 溝通完之後就說 不准走 接著吸血 然後就不停地發微博 就說現在我轉了 我自己生 我自己生 我沒有錢 我身上只有幾百元人 你又不讓我離開 接著你又不讓我去醫院 你又只讓我坐在這裏 然後小區的街坊 除了不讓我出去之後 就沒有其他人跟我說 那怎麼辦呢 我現在是 接著現在是沒有了他的音訊 不知道是不是已經是安全 走了 還是已經一絲兩命 沒有人知道 現在是恐怖的地步 現在是 整個西安的封城搞到 然後 就是 我們經常見到的回歷錶就是這樣的 不知道為什麼新浪網 剛剛才做了一個專題 在十月二十日的時候 哇 台灣呢 就是 跟兩岸關係搞得不好 民進黨搞台獨 所以就漲價 就是 菜價就跪了四成 台灣的人民去到超級市場 都令頭 那頭說完 那頭西安呢 你有錢你都買不到東西 你買到東西的時候 一瓶可樂六十塊 現在 這麼厲害 對 對 所以現在大家截定圖 我一定很外國的 我現在就和各位西安的朋友說 西安加油 OK 多些喝可樂 對 八個半 是 我們外面水深火熱 是嗎 西安當然 有些人留言說 西安當然沒有物價膨脹的問題 因為武城沒有貨物 自然沒有物價這個問題 已經是 是不是 你會證明 一個大城市 如果要透過網控管理 再加上封城 封城 其實你在說 你這個 Omicron 那個殺傷力 暫時我們看來看去 他也沒有說 好像之前Delta那個重症 我拿過的數據 或者拿過的說法 似乎不及這個 似乎有這麼大的殺傷力 就算染了症狀的時候 也未必有機會出現重症 所以最慘的是 現在大陸西安不是Omicron 西安是Delta 現在最慘的是什麼 Delta的殺傷力 是比Omicron很多 Omicron的股是最後變種 最終跟著就變成 這個流行性感冒那類的情況 因為FDA批准的 Pfizer的口服藥 差不多是有八成 可以免除進入醫院 或者ICU 就是在家裡休息 吃口服藥 已經可以 如果是這樣的話 麥沙東就比較差 兩隻都緊急批准了 FDA 人家已經去到end game 你知不知道法國 昨天在車廳新聞說 法國單日感染20萬人 如果用中國清零的標準來講 法國已經陷入這個國家崩潰了 英國也十幾萬人 加拿大BC省也幾千人 所以我就說 人家已經是Omicron 已經是重症病徵 已經是減退 現在有口服藥 可以應對到這些變種了 希望 因為FDA批准了 好了 尾聲 你問我 真是最後一章 熬得聖誕節 元旦 是 我想短期都是繼續要禁止 因為西方社會最擔心的 已經不是純粹有多少感染 而是公共醫療系統不可以崩潰 因為公共醫療系統一崩潰 如果其他病人 沒有辦法提供服務給其他病人 那就麻煩了 它現在保住 其實是保住醫療系統 有病的不歸在家旁邊 現在都是 都叫你不要去醫院了 將來可能就是處方 Visor的口服藥 這件事就完了 因為坦白說很殘酷的 真的腦弱殘的 因為感染而死亡的 已經七七八八的 你的死亡率一定低的 就是最弱的人已經死光了 所以我就說 如果去到這樣的地步的話 但是現在西安在經歷的是 上三個月四個月前的delta 半年前的delta 所以它拆到無論它這個凌峰政策 是令到它那個自然感染的情況 是落後世界一大絕 它現在才是殺傷了它那個delta 已經變種到了Omicron Omicron也是再進一步 那個病毒的殺傷力減弱了 重症的只是上呼吸道 即是喉嚨痛了 就不是去到肺的問題了 下呼吸道的問題了 這樣的話 雖然你看新聞很多人怕的 單日感染二十萬人 但是你看回傳媒的報導 其實西方社會沒有出現到恐慌的 是因為大家都已經 有些甚至都繼續不戴口罩的 其實是 加拿大就嚴重很多 除了電子針卡之外 就一定公眾地方要戴口罩 算是嚴重的 西方社會裡面 但是美國其實還是這樣的 最多現在政府就是叫他們不要坐郵輪 所以我說大陸現在才去到 真是大國戰役了 真是 笑得太早了 石堅一樣 黃師傅都還沒有出場 曹達說 被他打敗之後就 哈哈哈哈 就在那裡笑 所以我們說以前 為什麼我們一個血後語 石堅 說你是石堅就是衰收美 衰收美就是黃師傅都還沒有出場 他就在那裡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然後現在真的石堅出場 最後黃師傅出場的時候 戰略家怎麼下台才是問題 現在全中國是為了一個人的面子 以而終極攬炒 就是如果你說大國戰役 三大法堡 小區維蜂 數碼監控 再加國產疫苗 三樣都彎的 其實現在已經證明了 如果科興是可以 為什麼西安會爆發 這個是Delta來的 這個根本就不是這個Omicron來的 Omicron你可以說已經變了一種 這個是Delta來的 現在實際上是不是幾千呢 都不知道 他有沒有隱瞞到那個數字呢 都不知道根本 好了 如果那種核酸檢測是可以的 又為什麼會是這樣爆開呢 社區感染鏈一直傳播呢 第三 這個所謂網絡監控 原來那個健康碼是流的 結果不是也是這樣 最終其實你是靠封城 不是又回到Square One 武漢那個年代 回到2020年的年初 你說抗疫抗疫了那麼久 大國戰役 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人民戰 遭遇戰 阻擊戰 嘩 講到這麼厲害 其實就是精神病人 我不知道你做立法會 你做過立法會 你做過立法會助理的 是不是 我當時做Martin這個助手的時候 經常有一些人寫信 密密麻麻的中文字 寫得很密的 一張A4紙裡面 起碼寫了兩千字 那就是講他自己怎樣 某一次去整牙 整牙之後 那隻牙 就被美國的中央情報局 裝了一個訊息收發器 在大牙裡面 然後跟著就以後 自此以後 就接收到一些中央情報局 發佈給他的消息 控制了他的思想 那一路來去找外耀面見 要和議員去揭露這個CIA的陰謀 我一看就知道這些是有精神病的 寫得密密麻麻的字 是不是 你現在不覺得那些戰略家 那些大國戰役裡面所說的 就像那些精神病人寫的東西嗎 他就想利用多難興邦的模式 就是一個武漢的進化版 就是說我雖然封城 但是在危難當中 黨會照顧你的 所以說預先就說了 封了城之後 封了小區 但是黨會安排國家和政府 政府安排這個送菜園 送菜隊 就是送飯 去到這個 然後再開記者招待會就說 我們現在的密資很充裕 但是誰知道 一說完那些話之後 微方就全部就是 就是 罵到拆天 然後就馬上封了官方的評論功能 第一 你自己付錢 都沒有人接單 沒有人送貨 買不到東西 好了 然後就是送到 結果官方的時候 攤派出來 隔兩天 三天 才送了一碗杯麵 送了一碗飯給別人 一家人 但是 然後第三 還要加上一些 來維穩的帳號 就說 不是啊 我在西安 我在西安那裡 我的糧食很充裕 你看看我有多少食物 但是一查回他的地址 主要是官員住的那些社區 那些人更生氣 弄得這麼囂張 所以監製找到了 是不是 沒有飯吃 真的沒錯 但是你不能發出來 你不能發出來 你的截圖已經被外媒 用來抹黑中國人 你知道嗎 有苦就把牙打碎了 現在